新北市中和警方破门攻坚 一举逮捕假借消费纠纷为名义 实则暴力收取商家保护费的帮派份史 这是今年首播全国大扫黑行动 警政署联合各县市警方 针对帮派犯罪及非法枪械进行同步扫档 11天的行动共执行置评专案65件 逮捕399人 并扫档帮派犯罪组织为市经营处所2125处 查获各式枪械77支 与破获12处改造工厂成果封硕 这一次涉及的帮派包括了竹联邦 仁堂 红人会 名人会 信堂 还有天道门 太阳会 北海会等这些活跃的帮派分子都在这一波的一个扫档 专案里面去减速到那警政署在108年就推动了夸县市夸中央地方的一个制评案件整合的一个协调平台 这一次的一个扫黑专案也就透过这个平台的整合总共夸县市的一个夸中央地方 总共有个案件的一个整合成功来加速的一个减速这些活跃的帮派分子 那另外黑道帮派分子他所延伸的这些改造枪械或者枪支的一个危害 以及毒品诈欺集团的一个危害 都是这一波一个扫档的一个这个一并查棄的一个项目 除了近期扫档帮派与非法枪械 对于黑帮随意开枪知识的犯罪行为 警政署长黄明昭强调已经通过修法将刑期提高到七年以上的重罪 对公然开枪在去年的一个枪炮条例修法以后 对公然开枪已经提高他的刑者达到七年以上的一个重罪 所以要对公众或者是公开场合的一个开枪绝对会加以严惩 另外针对帮派借由春久聚重药武洋味的嚣张行径 警政署方面也提出有效应应方式 去年也针对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对犯罪组织的一个继续不解散罪的一个修法通过 只要你帮派组织的一个名义或者是标志等等的一个举办这个参会 绝对是会列为这个减数的一个目标对象 黄明昭强调警方对于帮派犯罪零容忍 尤其针对制造运输贩卖枪械毒品及诈欺的不法所得 将扩大追查及实施扣押 以断绝黑帮组织资本有效打击犯罪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订阅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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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c Beauty and the